我国代表团摘下了第二枚帕运会金牌 是的 举重名将邦尼在我国时间 今天傍晚6点结束的男子72公斤级项目中 举出了232公斤 不仅夺冠 也刷新了世界纪录 这也是邦尼在2021年东京帕运会之后 成功蝉联这个项目的金牌 邦尼在第一轮试举中先发制人 举出221公斤的成绩 将其他对手抛在后头 来到第二次试举 邦尼乘胜追击 举出226公斤 将差距拉开到13公斤 最后一举 邦尼挑战232公斤 最终摘金以外 也刷新了他在去年迪拜的试锦赛 创下的世界纪录 中国的胡鹏则以214公斤斩获银牌 意大利名将特莱斯卡 以213公斤收获铜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